HELLO 大家好 我是鋼丹 说到折叠屏手机 近年来产品的方案可以说是越来越成熟了 身边不少的朋友的手机也都陆陆续续开始折了起来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有三个问题比较好奇想问问大伙 你现在用的是哪种机型 你是否也准备换折叠手机 为什么 那我就先说说我的情况 我之前的手机呢是iPhone 14 Pro 在去年年底左右换了这一款OPPO FUND N3 Flip 为什么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感受一下折叠屏带来的全新使用体验 其实在准备买折叠屏的时候呢 我自己是比较纠结的 道理是换这种大折呢 还是换这种小折 大折众所周知 更大的屏幕看视频玩游戏肯定更爽 而且办公多任务处理上也是有折优势 但同样也意味着更重 而小折折叠后的体积相当的便携 且小折外观上也是更加的新颖 但首先于体积和折叠的方式 小折特别是拍摄这一块一直擦强能力 直到OPPO的这一款FUND N3 Flip的发出 距今这一款手机呢使用也已经有半年了 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对这一款手机的体验报告 首先呢我们就直接来省流 N3 Flip这台手机小折的设计非常的轻巧 无论是拿在手上还是揣兜里相当的方便 航空高强钢搭配水滴脚链 折叠屏幕时手感也是非常湿滑 折后贴合紧密 且支持180度的自由悬停 外屏应用兼容优化的很好 内屏折痕出处理的也比较平整 不仔细看几乎无感 同时拍照特别是人像效果相当不错 但44瓦的快充充电并不会很快 且4300mAh的电池续航表现也只能说一般 同时虽然拍照是不错 但是视频拍摄的表现也就中规中矩 再者毕竟是搭载天机9200的芯片 在游戏方面肯定是要弱于同价位的旗舰制版机 OK 省流到这 介绍完毕 如果黎佑对这一台手机感兴趣 那么容我慢慢跟你讲一下 我这半年对于这台手机的体验感 希望本视频能对你的选购起到帮助 我手上的这一台Find N3 Flip是灰色12-256G版 官方对这一个颜色的命名叫做尽忠之一 N3 Flip官方一共推出了两个版本 分别为12-256和12-512版 颜色分为三种月光不湿 薄雾玫瑰 镜中之一 单从颜色上来看 不可否认月光不湿确实要好看 但考虑到长期使用 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看上去更耐脏的镜中之一 金属的玻璃材质加深辉的配色 还是很有质感的 就是有一点真指纹 但好在这款手机官方推出的手机壳款式很多 而且还比较好看 再看外观 折叠状态下 最悉心的 除了这一块3.26寸的数字外屏 就是这颗三色模组了 根据OPPO官方宣称 FUND N3 Flip是第一台塞下三色的小折叠 其中三色包含了一颗5000万像素的 索尼MX890广角主车 和一颗4800万像素的 索尼MX581的超广角 以及一颗3200万像素的 索尼MX709长焦人像镜头 中间的哈苏Logo 配上数字的形态 仿佛此刻在提醒力 用它自拍肯定中 关于拍照 我们后面影像部分在细聊 其他方面右侧分别为指纹识别 与音量加剪接 其中指纹识别集成的开关机 和锁屏按键 右侧则增加了一架 传统三端式模式切换 这个在小折里呢 还是值得好评的 只是展开状态下 最上面是静音 最下是响铃 但折叠状态下 最上是响铃 最下是静音 但如果系统能优化成同一顺序 我感觉会更加人性化一些 OK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 我对小折手机 比较关心的重量和尺寸部分 先说重量 整机实测198g的卤中 虽然比上一代N2 Flip略重了几颗 但200g以内的重量拿在手上 手感还是相当的轻便 起码对于我上一台iPhone 14 Pro来讲 感觉是轻松不少 尺寸这一台N3 Flip的机身宽度为75.78mm 在展开状态下长度为166mm 厚度为8mm 折叠状态下长度为85.5mm 厚度为16mm 可以看到 展开状态下 比常规的直板机型是要长速一些的 根据参数查询可知 内屏大载的是一块6.8英寸 2520×1080P 120Hz刷新的AMOLED屏 支持Pro XDR2显示功能 展开手机 对于折叠平台讲 肯定是先看折痕 吸屏状态下得益于采用的水滴脚链 折痕处理的还是不错 不仔细看几乎不明显 点亮后 无论桌面还是游戏 或观看视频 折痕也几乎无感 单说观感差不多角度到50度清洁 才能看得出这一道折痕 同时在买之前 我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这种小折打王折会不会不太跟手 根据体验 中间的折痕基本不会影响到操作 再者 关于色彩的表现 根据实测 生动模式下可达到96%的sRGB 67.5%的AdobeRGB和71%的DCIP3 再看外屏 搭载的是一块720×382 60Hz 3.26寸的素屏 这一块素屏不可否认 是这款手机最大的一个亮点 首先 数字的设计方案有一说一 在一众小折机型里 我认为是最好看的一个 关于这一块外屏的体验 还是相当不错 笑话是工具栏 像日常用的比较多的功能均有覆盖 其中我觉得细节处理的很人性化的地方有两个 其一就是内外屏自动旋转 可以分开设置 其二折裂状态下 用外屏打开手电筒 会有一个三秒的延时 以防止使用时晃到眼睛 上滑呢 则是查看通知栏 可以看到软件推送或短信等 长按屏幕可自另一切换外屏背景和布局 其中官方自带了5套猛从动态壁子 且根据时间的不同 每一款壁子还有不同的动画展示 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相片或天气作为背景 同时也可以编辑布局 根据喜好和使用习惯 选择样式和默认的应用展示 而右滑呢 则是和内屏一样的软件别表 增加软件需要展开手机在内屏添加 其中常用的软件都已在外屏适配 简单来说一下外屏的体验感 首先操作逻辑 基本和内屏一样支持全局策划 这个呢就很舒服 同时功能上也基本可以说实现的全功能 拿微信举例 无论是打字语音还是视频通话 都能通过外屏操作 像视频软件 比如说腾讯 B站 抖音也均都支持全屏观看 同时包括像地图软件等适配也兼容的比较好 且外屏使用应用的时候展开会在内屏同步 体验上基本可以说是一台小手机了 其中我觉得两个应用使用起来还是相当爽的 其一就是口袋播放器 支持了主流四大平台 中间是歌词 左侧是歌单 右侧是播放列表 折叠状态下听歌 仿佛回到了MP4那个年代 再者像副款码 地铁乘车码 也都可以直接用外屏打开 增加了不少便利心 还有就是王者为啥不能在外屏玩 当然以上这些 肯定不是这一块外屏的精髓 要说真正的精髓 我觉得这块外屏肯定还是要搭配它的影像来使用 刚刚在外观的时候呢 我们有介绍到这一次N3 Flip搭载的三色配置 其亮点呢就是加入了两倍的人像 5000万的主色和4800万的超广角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它的相机使用的体验 相机默认的变焦分别为0.6倍 1倍2倍5倍 最大变焦是可以支持的0.6至20倍 具体效果如图 其中几个功能我认为比较使用 一个超级文本 这个基本安卓机都自带此功能 可以一键复制照片里的文本 对于我这样的视频创作者来讲还是相当有用 其二 AI真正建造 相当于智能扣图 还能调整尺寸和美颜 在需要的时候确实省去了不少麻烦 第三则是X-Pen拍摄模式 这一个模式是一家影像和哈苏相机共同研发 用于模仿哈苏经典相机 X-Pen 65-24的独特比例的拍摄体验 黑白的哈苏味肯定是更纯正 但也可以选择正常色彩拍摄 可玩性还是非常高的 视频拍摄的变焦倍数是0.6至10倍 最大支持到4K30帧 不支持4K60帧则是稍有遗憾 至于照片的效果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视拍 当然刚刚有说到外屏搭配影像才是精髓 首先搭配折叠除了可以实现好玩的拍摄方式 还能随意使用后置摄像头进行自拍或录视频 同时小泽的设计自带了三脚架经营 很好地解决了前置摄像头像素不足 和自己录视频不好操作等困扰 且手机里还自带了美颜相机 类置了上百款美颜滤镜 对于小姐姐用户来讲还是相当友好的 同时内屏使用相机时点击右上角即可开启双屏通线 如果有一个不会拍照的男朋友 这个可以说就是救星了 你只需要找好位置摆好pose 让他当一个人肉三脚架就好了 OK 屏幕和影像的体验 差不多聊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 这一款手机的游戏和续航等表现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参数 N3 Flip的SoC搭载的是来自联发哥的天玑9200 内存是LP、DDR5X的内存 以及UFS4.0闪存 支持双卡5G、传网通以及WiFi机 双扬声器的设计 电池搭载的是4300mAh 双电性锂电池 支持44W的快充 根据实测 这一台手机与漏兔的跑分 152万、0512分 Geekbench单核1425多核3876 属于小泽第一梯队 而且这还是软件基本装满半点厚的跑分 当然虽然受限于小泽的形态 它的散热并不能像纸板机那样去对料 性能吃放上肯定还是有一个痛点的 但是不少购入这种机型的朋友都会有游戏的需求 我们分别测试了 《王者荣耀》、《和平精英》和原神三款游戏 比较遗憾的是 虽然搭载的屏幕是120Hz的刷新 但《王者》和《和平精英》最高只能支持到60帧的极致画质 但好在天玑9200的性能 足够让它顶着60帧的上天炮 半个小时实测《王者荣耀》的帧数 最大为60帧、最低56帧、平均59帧 《和平精英》同样最大60帧、最低55帧、平均59帧 而来到三项中压力最大的原神 刚进入游戏时也是能顶在60帧的上限 但随着温度增高 帧数会逐步掉到30帧左右 最终成绩最大60帧、最低28帧、平均45帧 当然出了游戏性能 大家也会比较关心游戏时的发热问题 此测游戏当中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热量主要集中在摄像模组下方这一块 20分钟的《王者》具体温度如图所思 正面屏幕的温度是要略高于背面 但不超过40度可以说还算比较凉快 最后就是续航和充电 4300mAh的电池并不算大 小半年使用目前我这一台N3 Flip的电池健康为99% 实测日常刷抖音、逛B站、浏览贴吧 两个小时电量从100%掉到70% 如果一直玩游戏的话 差不多4个小时左右电量从100%掉至16% 至于充电从0%充至100% 大概需要58分钟 充电并不算太快 OK 看完了以上的体验报告 你会对这一台OPPO的速屏折叠机打几分呢 其实在我看来呢 N3 Flip这一台小折叠机 它的产品力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外观精致好看的同时 拥有了一块能派上用场的外屏 与此同时旗舰级的影像配置 也让它在一种小折产品里独树一只 其实在我看来 不管是大折还是小折 能往影像卷确实还是比较给力的 因为在之前困扰着我买折叠机主要的原因 就是千元机的影像表现 再来谈一下价格 这一台手机首发的价格 6799可以说是真的不便宜 但是距离首发已经过去半年了 如今这一台手机里 在各大电商平台去翻一翻 5000出头的价格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最后就是关于售后问题 如果说你用过OPPO手机 其实是知道的 OPPO的售后服务是一直做的还不错的 基本每一个城市 都有OPPO的官方售后直营店 且支持终身免费铁膜 而这一台N3 Flip手机 一年是有四次的免费铁膜机会 总的来讲 如果说你目前想要入手一款 主打影像的小则手机 那N3 Flip肯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 关于这一台OPPO Find N3 Flip的全部体验内容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了有帮助的话 还请长按点赞 一键三点支持一波 如果有不同的想法看法或者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淡薄留言讨论 我是楠楠 我们下期再见